我們有創一個社群 大家如果之後對我們有興趣 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的活動資訊 我們之後有活動都會把 第一手的活動資訊轉發到這裡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直接加入這個社群 那我們在每雙週 我們會舉辦一次線下的交流活動 是小劇的形式 那就是也歡迎之後 大家如果有任何興趣 或者是想要來認識朋友聊聊天 都歡迎大家加入 那所有資訊都會放在這個交流團裡面 那我們的講座 在待會兒評價開始 中間這個 如果是覺得需要休息 或需要出去散散行之類的 歡迎這個自由金廚 那我通常演講是沒有簡報的 就是說我不會預先準備什麼簡報 我一開始可能放一些影片 或者是跟大家稍微聊一下這件事情 但是我講的內容都是靠大家的問題來決定 那希望大家連得上網路 因為我剛剛花了一點時間 可以連到slido.com slido.com 它是一個網站 然後上去之後呢 它會問你一個行間的號碼 那就輸入不用緊張 就輸入今天日期 01113 slido.com 然後01113 然後輸入完之後呢 你就會進入一個匿名的聊天室 那在這個聊天室裡面呢 你可以問我任何問題 或者如果你看到別人問了你也想問的問題 或者你只是想打聲招呼說傷害啊 之類的 你就可以按讚 那通常的做法就是說 我就會稍微等一下 然後等可能有五六個問題的時候 就開始回答 那回答的順序是按照按讚的數量越高的 那回答就越前面 那所以你進去之後看到的介面大概就是像這樣 然後會有一個輸入你的提問 然後你就寫個嗨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可以寫名字也可以不寫 那我們在以前學校很多的經驗都是說 如果一定要寫名字的話 那收到的都是一些不通不搖的問題 那但是如果可以匿名的話就比較有意思 那所以就是說是基本上是以匿名為規築啦 那但是就是說如果你很想要居名的話 那也可以居名 居名的好處是說這樣子 就是如果我覺得我答對所問的話 那我也可以就是你可以直接站起來或舉個手 然後說一下你實際想問的是什麼意思 這樣子好 那目前上面目前只有一位朋友 他說嗨 那我想我還是開個場好了 我就我通常開場會放一些我們錄的影片 那大概就是在解釋我在這一年來 在行政院裡面做的一些工作 那我的工作當然主要兩個嘛 一個就是開放政府 然後一個是社會企業 那這兩個大家如果有想到什麼 或者是對我們的數位國家方案啊 或者什麼其他別的東西有興趣的話 其實並沒有限制大家問的這個範圍啊 是什麼都可以問的 好那所以我就先放一些基本的短片 讓大家大概知道一下我工作的範圍是什麼 所以順序是說 我先放一個農曆年的時候我們拍的短片 再解釋我們在行政院裡面做開放政府這件事情 那接下來呢我會放一個叫做沙威瑪的短片 然後去討論說這個沙威瑪 到底是不是一種動物 然後 穿穿在肝子上到底是你算捏在動物等等的這個 它是真的有人在連署平台提出來的一個案子 用這個來講我們的處理的一個流程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我隨時回答 那如果沒有的話我再繼續放 關於社會企業相關的 那因為他們剛剛說沒有音源線 所以我就把麥克風放iPad旁邊 那我希望大家聽得到 如果大家聽不到我就可能就要用OS 謝謝 首先呢要做出好菜的第一道工序 不外乎是慎選食材 大家好機 任何的廚房方式的事情都要開放透明 才能夠經濟起建議員 大家好 我們來看看今天為大家準備了什麼食材 青椒菜 蜂肉 芋頭 羊豬 紅包 高菜 羊豬 以及一顆 愉快的心 一起來準備這個開放政府大火鍋 哎呀我來了 來呀 跟大家說一下雖然開放是很重要 但是呢保障人民的民主權也是很重要 火鍋的關鍵就在高湯 高湯呢就是用洋蔥 胡蘿蔔 芹菜 一起熬煮 還有七七四個小時 然後最後還用豐富 菜脯來增加高湯的深度 等一下等一下 不對不對 我告訴你我媽媽教我們家煮他們800錢的 這個湯底裡面一定要有 蔥 薑 蒜 辣椒 花椒 要先炒過 再放那個中藥 八角啦 小梅啦 灰皮啦 讓人家都吃 蒸什麼蒸 別再蒸啦 讓線上正在參與公共政府開放直播的網友來告訴大家 蒸什麼 他在一起做就以平台大火鍋服住行了 笨蛋 他後面有說笨蛋嗎 哈哈哈哈 嗯 這食材真新鮮 是誰負責的啊 欸 是嗎 哦 這湯頭真乾醇 是誰負責的啊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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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鍋最重要的就是沾醬了 所以我說要那個醬汁呢 湯頭 呃 沒事 欸這個鎖匙可以吃嗎 那這個巴士的胖胖可以吃嗎 欸這個乳糖不耐可以吃嗎 欸這個減肥可以吃嗎 大家放心 我們火鍋制定的過程 不但從最先請就納入了各界的專業意見 而且呢 在過程裡面也會照顧到各個不同的利益相關的群體的聲音 只有這樣子 才能夠讓全民沒到尾 本本 幸福指數 達到最大的 太好吃了 我從來沒有吃過這麼開放的火鍋 食材的料理方式都公開在裡面 參與的關係人都可以進行的發言 再配合逐字稿的發布 讓外界了解料理的過程 為什麼 為什麼要讓我吃到這麼開放的火鍋 要是我以後吃不到怎麼辦啊 沒有關係 我怕吃不到 現在就上PBS.TW 公共數位創新空間小組的網站 讓大家隨時都能夠更新開放政府的資訊 第一次祝達揚 吉祥如敵 今年的新大禮 耶耶 雖然稍微有點亂七八糟 但其實裡面這個 有大部分我們開放政府 主要的一些程序 包含線上會有一些來亂的網頁 或者出言不遜啊 包含有些利益關係人被揭露的時候 說不定就真的拿著刀子啊 然後包含這個 我們政策履歷制定的重要性啊等等 當時使用這個 比較比喻的方式啦 把它放在裡面 那 有位朋友問我吃飽了沒有啊 剛吃飽 有吃這個一些麵包啊 這個包子之類的 有個朋友說 有個朋友說 這個意思差不多就是 那我們繼續放下一部影片的意思 好 OK 那我進了一個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做了一些改變 那蠻大的一個改變 就是說我們確保所有的法規命令 在預告的時候 都會放到一個 join.gov.tw的一個平台 那同樣這個平台 只要有五千個人 它提出連署 好比上說最近呢 就有八千位朋友提出連署 比如說我們應該要把石區改成GMP加9 跟日本跟韓國一樣 也有另外八千多位朋友提議說 我們石區不應該改 應該要保持原來的 兩邊就拼場 這樣加起來一萬六千人 然後再舉一個例子來說 最近也有兩萬五千位朋友提案說 應該對酒駕 對這個虐待兒童什麼東西 施以邊緝 這個就是兩萬五千人 所以這個平台最近相當的火紅 在兩千三百萬人裡面 大概有五百萬個左右的自然人 有用過這個平台 然後人次就是最近到達一千萬人次 所以總之還蠻多人用的一個平台 那在這個平台上面呢 其實就是除了預告跟連署之外 當然還可以看我們院的列管 這樣子我們把那水的錢花到哪裡去等等 它是一個就是半用型的平台 在這個平台裡面呢 在我們剛開始運行沒有多久的時候 在我入閣沒有多久的時候 就有一位朋友來提一個提案 這個提案就是在說這個沙威馬是一種動物 它被串在那個夜市裡面 只要沒有串回它的沙威盒 它就不會死掉 然後就會一直長 那這樣子但是是虐待動物 然後當然就是因為在PTT發話版上面 這個有一篇很厲害的這個文章 來解釋沙威馬的這個生活史等等 所以就有一位朋友來平台上面提案 說希望我們要禁止沙威馬 但是呢這個很不幸的就被比較沒有幽默感的國發會給駁回了 那這個就沒有辦法進入連署 那但是我就覺得說這個有點可惜 因為像在美國他們都有人連署說要建造那個死星嘛 就是Star Wars裡面那個星球旗武器可以發出雷射的那個東西 那這個連署打標之後他們太空總署的那個人就真的出來回應 然後說這個我們這個美國政府不鼓勵毀滅星球啊 我們美國政府覺得說花那麼大的這個玉上會造成赤字啊 而且打了那麼多錢這個天行者之後 然後一架飛機就可以毀掉不符合成本效益啊等等等等 然後宣傳一些太空總署的事情 所以後來我們就想說我們想要讓大家看到說一個提案 他其實大家提的時候可能會覺得說政府是一提的 可是事實上絕大部分的提案包括剛剛講的那些 其實呢都需要非常多不同部會一起來合作 那之前是比較不正經的嘛對不對 那那也有一些正經的提案 像我們剛剛從同步回來 在那邊去處理一個叫做南方四島海洋國家公園 裡面到底要不要能夠捕魚 然後有一位肖賽群小隊長他去這個提了這樣子一個想法 好那像這個呢就是很serious的一個案子 又會像我們去恆春處理那邊醫療資源不足 要不要用直升機空勤的黑鷹來當做他們的救護車 因為他們救護車開到最近的答應要90分鐘等等 所以這些都是很實際非常practical的案子 但是呢這些案子我們如果要拍成短片 問題就是說呢很難一下就仔細清楚 兩三分鐘都還不夠用 而且呢會有各種不同的利益關係 都會覺得說為什麼他有十秒鐘 我只有五秒鐘的戲份不公平 那但是呢商人馬有個好處 就是沒有商人馬自救揮 所以絕對不會有商人馬來抗議他們的戲份不夠多 所以後來我們就決定挑商人馬來拍這部短片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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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殘忍了,戰隊的動物,糖果不用負責嗎?我決定要送往連鎖 領悟igkeiten,你也搜尋 dando一個 workspace,怎麼能看? 最大分的大花,什麼的。 如果 ancienのソースは約束してください。 我個人的護膚の呼び込め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全部通常つくленияも大事ですか? 私たちは彼此の表情。 動物保護的部分的話 因為牧場裡面的畜牧場是基本上是經濟動物 所以這兩個衣物都跟我們都會有關 所以我想就來帶你們來看我們直接談論 經濟部類的環境路程 關於事實上的規則 如果發生的時候環境路環樹的移動 競下除了環境路環樹的環境 就是發生的運動動物的情況 吃動物我們要確定要我們自查的吃法 把什麼吃法的細節可以提供我們自查的意見 那畢明因為這個確實也是稍微的關閉 接下來是不是我們還是在中央 我們早在認識的規則 用逐測的責任的業務 那我們可能就是來做一個協助的工作 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 我們來到這個公共政府聯絡人的周會 我們看到最近正在稍微這個案子的提案人 連署人以及其他的遺相關者 還有我們被誤會的聯絡人們 其實都要齊聚一堂來這邊進行討論 但雖然這個提案用的是比較情緒性的字 因為我自己也非常不關心中保護 但希望我們先能夠放開一些 就用聆聽的方式 先看看大家對這件事情的相反 今天是什麼 我們再來看這麼精進政府的作為 大家早安 我們有一個專門的Fundrape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會進行的流程一群方式 就是很多提案點為它來定義 到這個政策的概念的發展 會一個目的就是說 如果越多人能夠採用這樣子的聯繹 那就越多人會去拿地 然後使用這樣的介紹 大家好 我是李安倫 大家好 我是這個PVT出的單位 下面 大家好 我是巴胖胖胖 下面 我是在於夜市牌上 大家好 我是陳菇畢 大家好 我是陳菇畢 下面的瞭解 稍微好刺激的哈佛人後鮮的產品 也大量的使用國產在地的食材 現在有三個出來大概七個問題 這邊已經有做出場點 先解決辦法了 有沒有希望可以增加的 我們其實還有提供就業補導的 這個台灣就業方式 未來再加強這樣的宣導 也很棒的 我們要幫助我們 這些場上 做一些從業來行銷 是的 其實都會有什麼事實話 像這個營養的話 這一些人是不是可以來管理 假設最後真的營養 類似沙灰碼這種東西 稀有的動物出現的話 你真的要去遇到 你是不是有足以 足夠去保護這中間的心理 今天這個沙灰碼的一題 是我們同好會來主辦 那麼在各位各部會的閒助之下 我們今天很高興呢 就是我們的 迪安倫敦相關人家出席了 和大家一起討論 同手提供的這些問題 那此外呢 經過大家的共識的溝通呢 我們也同説出這些解決的方法 我們今天所有的想說呢 都會上傳到我們的 數位百貨照片 公平今天所有的議會者 能夠在日落銷營業的時候 那可以向我們分享好 謝謝 很謝謝大家 在這個星期五 我們花了三、四個小時的時間 大家一次對教育代表彼此的理解 那今天呢 我們看電視 以及各部會具體的協助的事實上之外呢 我也看到說 我們會需要發佈一個 新聞高端的情形 這個現實 所以說 我這星期的政務會 向我們跟院長 以及其他生活人員 來討論一下 實行看新聞傳播處 可能有一個未定義的方式 大家一起來 發生什麼事情 讓大家想清楚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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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應該沒有人覺得 傷害馬的戲份不夠 所以我們拍這個題材是成功的 那總之我們到現在已經大概22次 用這樣的方式來開協作會議 那當然不包含稍微麻煩 那在這裡面就是 比較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實每一個都非常重要 那就是 好比像說 波產車撞擊測試 那個就是已經 非常非常久的一個案子 那大家各部會協作之後 後來發現真的可以做了 所以現在就做了 然後 Achel Pink的那個 近視的那個案子 我覺得這個就是公民提案可貴之處 那個其實沒有到5千人 好像幾百人而已 可是未福顧自己發現這個很重要 所以就拿去做了 這個案子用兩句話來講 就是說 新加坡他們那邊做了一個 study 說散瞳氣點了之後 眼睛會有點痛 而且會未光 但是可以一直近視 但是他們的對照體發現 把它稀釋之後 本來以為沒用的 但是事實上也可以一直近視 而且還不會未光 所以就是說這種新的發現 就會有人提案 提案之後就發現 我們台灣應該盡可能趕快 生產這樣子的東西 那這樣子小學生 就不會拿了散銅機回家 騙這個家長有點 但事實上沒有點 這個近視就可以一致 而且也不會刺痛 也不會未光等等 所以像這種就是說 一部會他在研究的時候 可能沒有那麼快跟上的案子 然後就民間很會的 很型的人 一下子就來提醒我們 這個馬上就變成政策了 那現在當然要證明他出去了 或像第七次 第七次那個時候是5月1號 5月1號當時在報稅 那大家可能記得 曾經當機當過一天 然後呢 而且那一年剛好碰上 就是今年剛好碰上 Oracle 這個把Java Applet這個東西 買過去的這家公司 他契用了Deprecate Java Applet這個技術 就是在瀏覽器裡面 跑Java變得非常困難 你要特別安裝 要特別設定很多東西 就導致你要用Mac或者Linux 報稅基本上是幾乎不可能的 他該要花三四個小時的時間 可能還不會成功 那當機就已經很心情不好的 因為花了三四個小時 設定心情更不好 那就有一些心情不好的 朋友打電話去國稅局 說什麼都報不到稅 那這個心情可能也不太好 因為接了太多電話國稅局的朋友 就有一位就脫口而出 說那你跟朋友去接Windows 好 那在這個時候 這個就非常非常不幸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當然就鬧 這個軒然大禍 這個難道不用Windows 就不是國民嗎 就不能報稅嗎等等 所以就是這個燒得很厲害 那在那個時候 就有位朋友在提案平台上面提案 然後他的聯署案名字就叫 報稅人體難用到爆炸 這個跟前面都不一樣 前面都是訴求要做某個東西 後面這個完全是情緒的觸法 即使是這樣子 即使是這樣子 那我們因為每個部會 都有看到政府聯絡人 他們就是很主動的去看這些 然後就說好啊 那我們就邀過來 大家來聊一聊嘛 那後來就發現說 實際邀過來的這些朋友 這些聯署報稅人體難用到爆炸裡面 有使用者經驗的設計師 然後有專業的就是 就是Mac的能夠去做User Journey的 能夠畫CSS的 就是都是專家 事實上就是比我們還知道 應該要怎麼樣設計 報稅軟體 所以如果把他們當這個報名的話 真的是非常對不起他們 所以因為有協作會議 這樣子的模式 所以呢 他們這樣進來一次 我們去盤點了所有 可以報稅軟體的 在Mac跟Linux上面 可能出現的問題 以及怎麼樣才能夠讓 使用者經驗變得更好 接下來呢 就連續開了四場 還是五場的 使用者體驗工作坊 然後呢 就是實際把各種不同的 使用者邀過來 一起畫Markup 一起畫掃圖什麼之類的 簡單來講 就是財政部不怕丟臉 他被這樣子罵的時候 他不是很防衛性的說 可是我們Windows 得到群修評比冠軍 誰管理得到群修評比冠軍 而是說我們真的不太懂Mac 然後我們真的不太懂畫平台 HTML5這個 我們廠商真的不太熟悉 那大家一起來設計 所以明年的報稅軟體 就會去畫平台 然後就會是就是 其中的體驗會變得比較好 所以我想整個目的 其實就是很簡單 就是要讓公務員 在看到民眾的提案 或者看到民眾的一些 批評指教的時候 不要覺得好像是暴民 不要覺得好像是 就是很恐懼啊 很不缺點 很懷疑等等 而是要覺得說 那這些就是 就是要 能夠讓我們知道說 怎麼樣能夠做得更好 好 我們終於有問題可以回答 好 放心 OK 拜拜 OK 有位眾生普渡說 我想請問 如果你有權力作為國家高等教育的決策者 能夠怎麼樣開始著手進行改變 比較好的問題 其實我在加入內閣之前 就是一年前 我其實是十二年國教科法會的科法委員 所以雖然不是高等教育的決策者 但至少是國民教育的課綱的這個委員 那我們當時在做新課綱 就是現在叫做108課綱 就是在一年多就要上路那個課綱 那時候有一個很基本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了解到說 在你前九九課綱或更前面的課綱 就是我們大家用的這些課綱 的一個前提是說 學們是固定的 然後老師是要培養學生的技能 或者能力的 那這個能力能夠用某種方式 去做這個一致性的能量啊等等這樣 那但是呢 我們就覺得說這個前提本身 在現在這個世界就已經很有問題 就是說首先他七歲進學校 到他18歲這個國民教育結束的時候 到底哪些學科還存在 或者已經合併了 我們都已經不知道了這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呢 他學的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他學的是 好比像說某種特定的能力 那這個能力他覺得 我很厲害是這方面的達人 當他18歲離開國民教育的時候 說不定人工智慧已經取代了這一項的能力 所以呢他的自我的這個認知也會受到影響 那再加上 老師在講台上面講課 其實學生在台下 都已經用手機上圍幾百科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覺得老師有什麼 一定可以教學生 學生一定是往特定的科目去學習 學習之後有能力 能力之後可以離教的這種概念 我們覺得不是很好用 所以我們在設計新課綱的時候 基本上是把它翻轉過來 那這個就叫做所謂素養導向的課綱 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任何小孩他在學習的時候 最基本的三個素養 就是自發 就是有好奇心自己去找資料 互動 就是說自己沒有辦法做的事情 可以這個組隊打怪 就是用不同的分場 在其跨領域的進行合作 那以及最重要的這個共好 看望各位 就是說我們找出一些雙贏的方法 如果有玩這個 我翻譯的一個遊戲 叫做信任的演化 那那個遊戲做的就是這個 雙方有一段很長的關係的時候 就會願意這個彼此達到共好 等等這種東西 那我們覺得說小孩 他只要一直保持這個態度 那他找到他的人生的使命 或者說他想要對社會做的事情 那中間的所有這些技能 就是浮雲 就是說我現在學會一個 但是這個東西被自動化掉 那沒有關係 那很好 這是幫我忙嘛 然後我就可以再繼續學習 繼續學習 而不是好像在特定的學科裡面 學家裡比較 那這個是國民教育 但如果我們如果把同樣的這個想法 延伸到高等教育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有幾個想法 一個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在高等教育上面 我們不再是以好像說單一的學習 或者是說甚至是單一的這個職能 作為這個培訓 而是說你進來之後呢 可能所謂學院實體化 或者是可能就是說你大一之後 覺得說我的興趣稍微轉變了等等 這件事情它應該要變成是常規 而不是只有某些特定化學門的朋友 才這樣子做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也應該要是 我自己當然是很早就去創業了 但我創業到一個程度就會覺得說 我需要一些理論訓練 所以我又回大學 我又去回去旁聽一些課 那所以同樣道理就是說 它應該是一個 不是念了四年或念了六年之後 然後就出社會 就這個出社會的概念可能要變成是說 你學了一兩年你覺得一個好主意 這好主意你實驗性的去創業 或者去加入一個什麼 就是工作的一個團體 那加入了之後 用過一兩年你覺得你需要一些 這個理論工具 你再回到學校等等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交錯的 這樣子一個概念 那這個當然就會影響 學位手語法 就是說這樣子 你最後拿到那個證書 可能就是說你做了哪些實驗 你創了哪些業 你會了哪些模組等等 然後這樣一個 一個綜合性的 好像解鎖了哪些成就 那樣子的一個學位證書 而不是一個單一的學系的學位證書 好 再來就是說 我不需要有權力作為 國家高等教育的決策者 現在這個就是教育部的方向 我剛剛講的都是現有的政策 那所以接下來需要的法律的調適 可能就會在下個會期 慢慢的把它完成 那接下來的話 我想我們就是新課綱 跟新的這個大學教育的接軌 可能是應該都會在一年多之內 就可以去完成 有位朋友問說 想請問對你們來說 使用PTT真的是落後的象徵嗎 當然不是 就是說 我想我也知道這個Source是哪裡來的 我想就是說 大家在發出一些批評或指教的時候 常常都是對的 可是都是腦裡的那個快取 沒有清掉的這個結果 快取是這個 我們資訊科學的一個術語 就是說你看一個網站 然後呢這個網站 它存了一份版本到你的電腦上 你下一次就算沒有連網站 你還是可以看那個舊的版本 但是快取如果沒有寫好的話 就是網站明明更新了 你連到那個網站 你看到的還是舊版本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說 你這個快取控制 你有沒有做好 有一些朋友批評PTT 說什麼叫PellNet 但事實上PTT很久以前就已經有加密連線了 現在還可以用這個 直接用瀏覽器上去 有人批評PTT說這個 它沒有這個好的搜尋 或者網頁版本或什麼 但事實上這些都有 只是說它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創新 那也就是說其實我覺得 拿現在的各種各樣子的東西 去比20年前的PTT 或者10年前的PTT 那當然覺得很落後 可是PTT它本身就是一個開放圓碼的社群 它整個程式碼都在DHOT上 有事沒事就會有人幫它加新功能 那在這個角度上面來看 其實PTT它的實驗性質 它的活力 它所有這些系統戰場的開發能力等等 那除了可能磁碟陣列挑的不是很好之外 除此之外 大概都是相當相當的厲害 所以其實我並不覺得它是落後的象徵 而且它確實可以磨練 你怎麼樣用比較短的文字 就是一行推文 可能還沒有像推特140個字 就是怎麼樣用一行推文 就可以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相當重要的一些 領先指標 我完全不會覺得是一個落後的象徵 有一個朋友問說 請問你覺得社會企業的定義是什麼 那這個實在是太棒了 因為我有一個影片專門講這個 好 等我一下 謝謝 謝謝 这一年来无论在哪里 就有人问我说什么是社会企业 那我相信很多人一样 都是跟我都很好奇 有问题的答案 当然大家都有看过报告 然后呢我也看到各地的朋友们 包含我们台湾很多热心的朋友们 都制作了各种各样的资料 报告啊 很多书面的分析啊 学者的论文啊 所有这些 但是呢 后来我看一看就觉得说 原来是这样 不管去弄自己 我们先去看到一个电影 为我们就是实际到现场 去跟在经营社会企业的朋友们 进行对话 那么我们看这些实际所有创新的朋友们 自己怎么看社会企业 怎么样做进行 我们想要知道社会企业是什么 我们需要先知道社会企业 面临的问题 以及它想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是什么 我们如果一直在在台北的话 永远能够看到的 就是台北的社会 跟台北的社会问题 从六月开始 我们就和各个部位 负责社会企业的朋友们 一起前往包含台中啊 东旭啊 花莲啊 各个不同的地方 跟在地第一线的社会企业 进行作谈 我们希望搜集大家的意见 然后协助社会企业发展得更好 在过程里面 我就认识了许多在台湾各个角落 默默打拼的社会企业 跟台湾社会企业的朋友交流之后 我发现 有些社会企业呢 是在智力上面创新 智力于发展 团结经济 有一些呢 是着重于环境的友善 循环的经济 也有一些社会的创新方向 是用用新形态的商业模式 来达成社会使命 也就是说 每一个社会企业 都有自己与社会不同的连接 到底什么是社会企业呢 只要怀有社会使命 用用市场力量 来解决社会问题 就是社会企业 在入阁之初 我给自己的期许 是做公普的公普 而现在 我也是社会企业的公普 我是唐凤 我无论生产何方 都和社会企业一起努力 所以 用这个影片里面的 这个 一句话来讲 就是说 有一个确定的社会使命 然后在这个社会使命底下 运用商业的模式 来解决社会问题 就是社会企业 这个事实上 不是我独创的 是之前冯彦老师 就是上一任设计政委 他的所谓的社会企业的广义定义 就是这个 我基本上就是 沿用冯老师的定义 但是 因为 社会跟企业 它是两个名词 当我们中文看到这种 名词名词结构的时候 就会把前面的变成形容词 就是大家在脑里 会自动把前面的形容词化 那这样子就很不幸 因为感觉上就是说 它一定要是公司 一定要赚钱 好像它只是社会性 只是它的这个点缀 但是事实上 社会企业它有各种组织形式 它可以是NPO 它可以是就是协会基金会 它可以是合作社 它也可以是公司当然 但是呢 它的目的 是把社会跟企业 不是好像 这个一边是社会价值 一边是这个商业价值 它的目的是把社会跟企业 加以用不同的方式 去做连结 所以后来呢 我就是在检视的时候 都会在社会跟企业 中间加一个这个连结的保镖 是说 每个社会企业它就是一种不同的去连结社会 解决社会问题 它社会使命 跟企业它的商业模式 的一种方式 每个社会企业是一个不同的方式 我之前上一次做类似的这个操作 是在那个亚洲戏谷的那个案子里面 大家听到亚洲戏谷的时候呢 因为这两个名词都会以为前面是形容词 然后就会以为说 我们是要在亚洲复制一个戏谷 要盖岩区什么的 那像我这些实际戴过戏谷就会很不爽 非常不爽 那为什么呢 就是好像你很喜欢金城武 好比想说 然后有人说这个它是台南金城武 这个时候他就会很高兴 因为觉得这个就是山寨 但是现在如果是台南连结金城武 中间加一个点 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既不是台南人都要变金城武 也不是新闻要搬到台南 就是要用各种不同线方式去创造原型 所以后来在亚洲戏谷中加一个底片 亚洲连结戏谷 然后把什么圆区啊 草地匹啊 什么都从那里面拿掉 那所以同样的道理 社会连结企业的想法也是说 每一个社会企业它都有各种不同的 它的模式 特别像说有一些是 让一些弱势的 特别像说残障者 它不是只是接受照顾 它可以变成设计师 它用这种平板去看整个城市 然后去提出怎么样才真的能够照顾到 轮椅啊 生长这些方式 就是反过来让他们变成这个就是给予的 反而让工部门或这些旅馆啊 这些东西变成需要他们的人 那这个就是一种参与师制业这种模式 那又或者像说 好比像说很多朋友想到灾民啊 灾区重建啊 那这些东西感觉上就是 他们要给予这个补助 或者是说要帮忙重建 可是其实硬体建出来 但是那个文化不一定在那边 所以有些社会企业 它是让那个所谓灾区的自救会 自己去开发灾区的特色 然后呢 好比像发发风在 他们找到那边有一些梅子啊 之类的这样子的方式 去在重建的过程里面 也同时去把那个社群凝聚起来 而不是让政府由上而下地去决定说 哪里要盖什么 哪里要盖什么 所以同样就是让弱势 能够有赔利的这样子一个工作 那或者像说我自己比较熟悉的是 就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 当时还没有社会企业这个名字 但是当时我妈跟一些朋友 他们有做一个叫主婦联盟 环境教育基金会 那后来这个基金会去 有一批人去弄了一个合作社 叫做绿主张 主婦联盟共同购买 那这个想法呢 其实就是当时叫合作经济 或团结经济 它的想法就是说 与其就是我们要层层地经过这个 就是零售啊这种方式 才能买到农产品 不知道谁来生产 不如就是大家一起共同购买 然后呢有事没事 就去拜访一下这些生产者 然后呢让这些生产者 也愿意让这些共同购买的人一起讨论 然后呢不管他种出什么 都是对这边的人 他们同意的情况下 用友善环境的方法来做 然后也让这些消费者 认认识土地 认识环境 那这个就是一种 企业连接环境的方式 那又或者像最近有非常多 这个也是 他比方说 你要照顾一个弱势 一个偏乡 你可以捐钱 但现在你也可以捐太阳明蛋 因为有本购费率嘛 所以就是说 不但能够遮阳 也能够这个 让它变得比较冷却等等 而且你这个捐的钱 可以有乘数效益 你慢慢慢慢 这个发电的钱 就可以源源不断地 进入那个偏乡等等 所以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说 刚刚讲的那四个模式 没有任何相同之处 我们从来 对这Spot的角度来分析 它的组织也不一样 什么都不一样 大家有共同点 就是说 它都是用商业模式来解决 社会问题 那这个想法 其实78%的人是认同的 在路上随便抓一个人 五分之四的机率 他会跟你说 你听起来是蛮好注意的 但是你问同一个人说 以上这些社会系的精灵 我是能不能讲出一个 那五个人里面 也有四个人讲得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 事实上就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落差 就是认同度跟认知度差很多 是一个叫做不明觉历 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人 听起来不错啦 的这样一个状态 可是就是说 这样子的问题就是说 那我们就很难从 我们只是模糊的制造社会企业 变成是你具体的 透过社会企业 去认识公平贸易 去认识刚刚所有的这些小农 去认识这些东西 那当然这些每一个 每个人在意的不一样 有个环境生态 有缺少到没什么 就每个人在意不同 但设计它应该是一个entry 就是让人能够认识 这些不同的社会使命 然后挑里面有用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设计 就是用联合行销的方法 你买这个礼盒一打开 大概就十二假设计十二种社会使命 总能够碰到一些你在意的嘛 那当然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是鼓励 就是国营企业或者是政府部门 他今年只要买到一百万的 社会企业的这个产品 就可以负责社会企业的政务 我也能够跑出来颁奖等等 所以说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 去让大家的这个认知度 真正的认知度能够提高 所以我就是有个office hour 在台北的空总在建国发室隔壁 然后我就是整天都待在那边 然后任何人想要讨论社企 社会创新相关的东西 就直接来找我 当然都有录音都有出自动上网 那当然也不是只是在台北 而是说我每双周的礼拜二 都会轮流的到 好像说这两天是在行政院的 就是云家团的办公室 那之前是在台中 接下来是高雄 花东等等不同的办公室 务定每双周一个 的这样子的方式 去听在地收集的声音 帮助这些解决社会问题的人 解决他们的问题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想每一个社会企业 它的模式都完全不一样 但是它如果要说 有个共同的定义的话 那就是说它有明确的社会使命 用商业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有朋友说台湾的新知资停滞成长 年轻人看不到台湾的未来 纷纷出走到国外 这个问题有什么解法 比较好的问题 事实上是有成长 也不是完全没有成长 但是升上速度跟大家想期待的 不太一样 现在好像是28K 就是有成长 但是没有很多 这个是事实 好 我想 这里面可能最重要的一点是说 如果大家的想象 都是好比较说在已经现有的 就像刚刚讲现有的学员 或是说现有的产业 里面去找位置 去挤这个就是升迁这些东西 那确实比较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台湾可贵的地方是说 我们其实有各种这样子 尝试解决不同社会问题的朋友 像刚刚那些社会企业那些社会创业的朋友 之前的问题是说 他们想要做这件事情 不管是初创新创这些东西 他们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 这不只是财务上的风险 还有就是说这个爸妈不知道你在干嘛 这种风险 然后还有这个社会上单一跑道之间 什么同学之间互相比较的风险 有各种这样子的社会压抑跟风险 那我们现在在试着在做的就是说 去创造一种说 每一个人他在起跑线上 都是先转身 然后往自己的方向跑 就第一名了 就是说这些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那但是呢 设系的好处就是说 你不管在做哪一个方向 你都是在解决社会问题 所以他互相之间又是彼此合作的 所以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说 好比上说五缺里面 那个缺彩的那个记者会里面 提出了非常多的方案 那但是这些方案 一句话来讲就是说 好比上说我们自己在这边 有一个新的好的社会的点子 我很容易的能够连接到国外的资源 不管是资金人 别的人还是创业团队 在以前的状况是说 你如果认识一个 好比方说新加坡人 两个人一起来解决当地的社会问题 百分之七十八十的经历 到最后是你跑去新加坡开公司 而不是他跑来台湾这边开公司 那原因当然就是 首先外国人才进来就是很困难 然后接下来就是还有 各种社会气氛上面的问题 还有就是讲住 或者是这些税上面的补助 或者是天使的创投 或者是所有这些方式 没有办法打开 或甚至是你设立公司的时候 那个公司组织形式都是非常的就是没有弹性 没有办法有 好比像说有弹性的股票啊等等 那当然这些我们现在就是从公司法开始 然后成双条例 然后所有这些该修的外国人才专法 然后接下来数位通传法 所有这些基本的我们都把它修起来 就使得说至少有一半的几率是那个新加坡人跑来这边创业 那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就是说 接下来台湾的未来 其实是每一个人他自己可以看到自己一个版本的台湾的未来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说 让你看到那个版本的未来 能够让更多人知道 我前几个月有去纽西兰 他们参加有一个社系的那个世界年会 他们那边呢 发的就像我们现在刚过的那个外国人才发 他们发的那个签证 但是呢 他们的签证里面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签证 叫做世界影响力签证 那这个签证其实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 你不需要提出你的财力证明 你也不需要有人雇佣你 你也不需要有什么学历 什么都不需要 但是呢 你要提出说 你能够对纽西兰社会产生什么正向的影响力 好 你知道能够提出这样的东西 他们审过了 那这样子他就让你到那边 然后有相当好的就是基金会 就可以直接给你一笔钱 让你开始做这件事情 我去的时候刚好碰到 那个基金会人刚刚准了其中一张Visa 就是纽西兰呢 他们有一条河 他们的第三大河 这条河 就是他们原住民族毛利人 这个非常敬爱的一条河 按照毛利人的传统呢 其实河是有灵魂的 它是有灵的这样子 那又因为纽西兰的宪法 是毛利人跟这个Statuan 跟这些秘民一起签出来的 所以呢他们的法系统 就要尊重原住民的想法 所以呢在一系列的行政诉讼之后 到最后他们的法院给了这条河法人格 就是他是人 他是有权利的 他可以当股东会的董事 这个他如果受到污染的话 他可以否决公司的行为 他可以抗争 然后如果有分红的话 可以用回这条河上 那事实上当然就是 原住民族跟政府各出一个人 然后这条河代言人 但是像这样子的一种很创新的 原住民族权利的想法 在别的法系统是非常少的 所以呢就有一个专门研究 这种环境法的一个人 年轻人就说 好那我就是会来纽西兰 专门帮你们建立这种 万物都有法人格 这样子一种法系统 那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纽西兰政府 给他这样子一种补助 然后让他来这边创业 然后给他非常好的条件等等 结果就是什么 就是他创造出来这个生态系 他创造出来这些东西 他就是跟纽西兰绑住的 就在别的国家给他更多的钱 十倍的钱 他也不见得愿意去 因为他的社会影响力 就是发挥在这边 那我们现在在往 所谓的跨世代创业 所谓社会影响力创业 所谓这样子的方式 在调整我们的政策 的原因就是希望说 大家如果觉得说 你钱赚到一个程度 但是你创造社会影响力 比车更多 你就会愿意放弃可能三四倍的薪水 然后来做这样子 对社会事实上是有公共利益的事情 比如像我就是这样子做 对不对 我加入内阁之前是 现在三四倍的薪水 但是我现在觉得说 这个有受影响力 那这件事情是 就是有公益的 这样子 好 那有个朋友说 这个一直投影 有一些被卡掉 那没关系 想请问 对于台湾当前的城市教育 有什么见解 以及与翻转教育之间的看法 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在12年国民教育的 新课纲的那个素养里面 有个素养叫做 资通讯与媒体素养 ICT的Media Literacy 应该是亚洲第一个 把这两个合并起来写进课纲里的 那这个素养它的目的就是说 不是说你要上 一两个小时的程式设计课而已 而是说每一门课都要用 电脑 子通讯 城市设计 这样子的方式来做 简单来讲就是说 要把城市看成是一个 就是你学一点点 它就可以生理一点点力气的东西 而不是说你一定要非常非常转业 写到非常非常会 那这个跟法院 其实是有点类似之处 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要 学到变成立法委员 或者要到法规委工作 但是呢 你也不能整个社会上 只有一小撮入法力 其他人完全都不懂 因为这样子基本人权 就没有办法维持嘛 所以就是说 你要每个人都有基本的法力素养 然后有些人又多懂一点 有些人多懂一点 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得懂 他上一层的人讲的话 但是又可以教给你在下一层的人 是这样子的一个分布 这样子整个社会才能够沟通 那所以同样的道理 在城市的角度上 就是说你不管是 会用一些scratch 或一些Excel的狙击 或随便怎么样 这些东西 它就是一下子 可以稍微省理一些力气 是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看城市 而不是说 好像社会上一小撮人 或稍微多一点点人 专门学城市设计 而说这个城市 也可以在每一科里面 都可以帮得到 那翻转教育 翻转教育 其实每个人的定义都很不一样 所以这个 我也很难去给一个定义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想法 就是说 大家好不容易见面 见人的面就是应该多互动 对不对 那所以所有这些记忆性的 或者是这种可以一个人练习的 那就是可能可以看录影 或者是用VR 或用什么方式 整个自己练 练完之后 这个界面就是一起组队 可以一起解决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跟城市教育之间 至少有一个关系 就是说 城市它就像写作一样 它其实你不是自己看书就可以会的 你一看了很多字之后 你如果不写作文 作文还是没有办法进步 那但是呢 写作文的一个目的是要沟通 所以你如果没有别人可以沟通的话 到底为什么要写作文呢 对不对 所以同样道理 就是说 如果有人问我说 学什么城市语言最好 我通常问的就是说 你朋友都用什么城市语言 你就会学那个城市语言 那城市语言 那城市语言其实都差不多 没有差很多 那你学了一种时候 学别的都很容易 那所以 重点还是说 你拿这个城市语言是在跟谁沟通 那当然就是跟这个城市语言 社群朋友之相沟通 所以我想这个 它本来就是内建反转教育这个概念 因为所有学习 记忆 尝试错误 都是自己可以在家里做的 但是解决社会问题 一起写一些城市来解决社会问题 这个是必须要组队来做的 有没有朋友问说 为什么要来城大演讲 所以有人邀了我就来了 是不是 是不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刚好就是刚刚有说 就是我每两周就固定 在这样子不同的地方悬回 那所以事实上就是说 我晚上还要就是 回到那个办公家宜 家宜的办公室 然后那因为明天一起来 就是在行政院的家宜办公室 跟就是云嘉南的那个社企朋友们 开始展开座谈 因为我们是所谓的暗字管考 就是说两个礼拜前 每天讲过的每个字 我都带到下一个办公室里去讨论 然后呢 这样子的情况下 好像我们有四个人在那个办公室 家宜办公室 但是呢 事实上 另外八九个部位都在台北 所以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测试 远距开会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我们每到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行政院办公室的硬体设备 就突然变好了这样 所以就是说 就是说我整个最后的目的就是说 可能我没有办法 一下子就迁都来台南或者台中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说 立法委员他们未来要直询 或者是要开什么会议的时候 能够尽可能的远距做 不用大家一天到晚 早上五点起来搭高铁 那这个事实上是真的有相当多 南部的立法委员跟我反应过这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至少先把行政院的这个模式 建立起来 让各个部位的朋友 习惯远端背群 然后我们慢慢再来 跟立法院的朋友们来讨论 所以我想这个行政办公室的主意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 那我们新的这个院长赖医师 现在也是要行动内阁了 他每个礼拜五 在一个不同的这个地方上班 还会待到礼拜六 也是完全一样的概念 就是我们希望说 整个内阁它是一个活动的内阁 就像刚刚影片里面讲的 我们如果一直在台北 看到就是台北的时候的问题 但是事实上整个社会创行 它是发生在各种 当然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也是就是会到处 去然后演讲的这个事情 面对更换革回 政府对于开放政府的想法 是否有改变有何改变 我想是这样 就是说在之前我们做开放政府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影片里面 大概都是一种辅导各个部会 去勇于面对民众的这个角色 他辅导的是事务官 就是常任文官 不管上面怎么换 他们都还是在这边的这样子一群人 那但是呢 我们这个男院长呢 他的有一个风格 就是说他完全觉得政务官 也应该要到第一线 面对人民看到问题 解决问题等等这样 所以就是说对我来讲 就是我们的工作 差不多还是一样的 但是现在就不只是 对于事务官 可以有这样子一种辅导的工作 我们接下来 好比像说去澎湖 协调出了那样子的 这个对于就是海洋国家公园 的这样子的一个讨论 那我们接下来可能也会 开一个记者会 等于是用用院的这个角度 去告诉大家说 开放政府它事实上 能够协调出什么样子的成果 怎么样让利益关系人 彼此对话等等 所以我想态度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的这个怎么讲 就是让政务官更愿意 第一线面对民众 而不只是在这个院长的层级 或者是立委的层级 或者是在议员的层级 所以在这点上面我想目前这个就是 新的院长他是更愿意就是 第一线的去面对利益关系人 我有朋友问说对于杜易锦 他回台创AI实验室怎么看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是说 我其实常常在用它 回来之后写的东西 我不知道这边有多少人知道 那个记者快抄这个 这个project 好像news.ptt.cc 这个我还有送破request 我稍微改一下他的情绪 然后他的title就是说 我是一名AI实习记者 任务是把热门PTT的文章写成 记者可以马上抄我的东西 不过他要漏一段时间 所以他概念非常的简单 所以我是觉得说 AirLab的特性 就是说他会有很多 很多很有创意的东西 然后呢 之类的之类的 所以他 AirLab的特性就是说 他不太设定 限制说 这个加入的人 到底要做什么 他反正就是用PTT 当做这个非常非常大 预料库 超大预料库 然后拿一些网红的YouTube 当非常非常大的 那个acoustic model 这些东西的这个Corpus 然后呢反正就是 就是让AI去train 这样 所以就是说 后面他们在做一个 语音电视系统 那很有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很震惊的念学术论文 他辨识的这个失误率 还稍微有一点 可是你如果讲一大堆什么中二啊 什么什么 这个某某的啊 什么之类的 全部都会辨识正确 因为他training focus 就长这样 所以我觉得说 这是一个 蛮好的一个示范 就是说 在以前台湾的软体创业 他往往是要解决 硬体供应链的某个问题 或者是他要解决 这个政府投资的某些特定 重点产业什么问题 很少是我们做软体的人 自己来说 我们就来做一些实验 这些实验如果work 我们就做成business model 如果不work 我们至少publish出来 open source出来 也让大家能够学习 那这个才是 我觉得比较是细骨 做软体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感觉 常常是 要靠你已经用软体 创业到一个程度的人 来当mentor 来当listing 才能够做出来的这样一个概念 那所以我觉得台湾 常常就是 有到这个level的人 常常就跑掉了 他就真的去洗股 那但是有人愿意 就是学了这样一套之后 回来 然后再把这个文化带回来 然后又能够跟台湾的一些硬体 做出一些连结 去建立一个 可能软体跟硬体 各有各的所长 但是又可以融合的文化 我自己觉得是蛮好 它有一个文化上面的意义 所以我觉得蛮不错的 朋友问说 请问对于join平台 被一些腐烂的问题 占据版面 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那这位讲的一定是连数案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实际看一下 最近 这个 我们用复义书多到少 来排序连数案 OK 两万五千人 边请 一万人 育儿白宝箱 应该要移坐 二到五岁的 就学托育不住 八千人挑十区 八千人不要挑十区 七千人不要五星期 六千人要七千家 六千人要基本工资三万块 六千人要说 这个不可以买 繁殖版卖业的动物 五千人说企业托育 要有罚则 五千人说检举不应该开罚 三千多人说这个高中 国中小时间要读到佳课 三千人不要补兽 两千八百人要七元纪念 两千七百人要国防部的法场 两千人要军人出国自由行 之类之类 然后还有一千六百人要废除 各级学校召会升级 好 那所以 我想见人见智嘛 对不对 对我自己来讲 里面至少有一半只有意义的 我没有讲哪一半 不然只有最所有人 对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说上万的这种 因为大部分 负一到五千人 就会变慢 就会停了 那所以还在往上的 它必然是有一些额外的意义 不平则命啊 或者像 加八加九 我们内部都把它叫八加九案 那个 八加九案是要拼场 两边都不要 比旁边的人数少 对 但是你大概到就是五千人上下 就会看到一些 其实我觉得还真的还不错的案子 当然不是说八加九有什么不好 对 但是我觉得即使是八加九案 我觉得我们也是很正面去看待 你可以看到说我们一次回应 给这一万六千人 说这个我们会请两岸的提案人 跟两岸的两名副议员 线上报名 我们六个人 然后跟这个专家学者 各部会的朋友 我们真的好好的坐下来 讨论五个小时 然后呢去把这个改时区 到底会碰到哪些东西 一次讲清楚 我觉得说 这个当然不只有科普作用 它也有一个文化作用 就是说 在台湾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拍 因为这个真的是公共政策 然后我们一次谈完了 也比大家分别写到院长信箱 部长信箱 后来承办人还要花很多力气去回 因为你回一个人 别人也看不到 的这样子的方式 我觉得还是不无效果 还是有一些帮助 所以我自己是不会觉得它是 很糟糕的 或者是说就是浪费力气的 那如果对我们处理的过程感兴趣 有个 jk.pds.台湾的这个网站 那我们就会很具体的去讲我们之前 每一次的协作会议到底做的什么去了哪里 之前筹费是怎么办的啊 然后有一些各种各样不同的照片啊 这些东西 所以我想它除了就是对于这一万多人 有回应之外 它也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那本来不关心这件事情的人 它也能够更关心公共政策 然后更关心这个就是土地上面方式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想就是说每个人真的见仁见智 可能大家看到刚刚那个列表 都会觉得不同的一半是腐烂的 但我觉得台湾可贵多过多元的地方 就是在说大家加起来 还是很多人愿意贡献时间去写这样子的提案 所以简单讲我们也要解决这件事情 那但是呢当我们看到双发8000人在评计场的时候 8加9按的时候 确实有看到说有人注册了这个可能几十个 或上百个email帐号的这种很不幸的这种状况 那所以 对 我不知道说什么 但是就是说我们也许未来会考虑说 也许还是你第一次登录的时候 要收集检验更认证 因为注册几百个门号可能比较困难 那但是就是说对于冠票这件事情 我们有一些想法 但是对于提案的这个过程或者范围 我们并没有去限制它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朋友问说 觉得这个时间点 大学对于学生的意义是什么 是学习殿堂 学位商店 各取所需不强迫回馈的资源库 或者是限制学生的聊考 你这问题问我就问错了 因为我没有念过大学 然后而且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比对 我觉得我刚刚讲的对于大学教育的一个基本论点 就是说你需要大学的时候你再来用大学 那当你需要用大学的时候表示说 你觉得某一些理论训练 或某些专业的一些讨论 或者是这样子一个学习环境对你有帮助 而不是说好像是非得念大学不可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当然这个态度要转变 尤其是就是上一代的态度要转变 真的是相当困难这个我也知道 就是说如果高中毕业或技术高中毕业之后 想要先去历练 想要先去壮游 想要先去创业 想要是怎么样 其实现在是政府有一个方案 就是说那我每个月帮你存一万块 你有空的时候可以回来念大学 那但是即使是这样子的方案 或者是作为双轨方案等等 还是最困难的就是家长这一关 家长很难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但是我觉得时间是站在我们这边 就是说随之时间过去 越来越多的家长他本身是在解研之后 才受教育的 他比较能够接受这种就是多元的质疑 这样子的感觉 而不是好像要帮什么国家训练人太酷 这种很奇怪的想法这样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越来越多的家长应该比较会同意 就是说需要用到大学的时候 再来用大学 因为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比较好的 去利用大学所提供的资源 而不是觉得好像是你非得念不可 然后有所限制的这样子的东西 有个朋友说 台湾现在大致上还停滞于代工阶段 但是国外已渐渐进入软件 是大数据AI同胞发展的时代 像其万年政府现在有做什么 因应政策去除这个情况 使台湾碾鱼相识在历史的红币 这是非常非常文笔非常好的一位朋友 首先就是我们当然有方案 然后它的网址叫做DGPLUS 那是这个网址 你也可以到DGPL.US 那是一个我注册的网址 DGPLUS 那DGPLUS这个方案 它基本上就是在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 简单来讲 就是说我们并不觉得台湾目前是停滞于代工阶段 我们发现到说 其实台湾做就是离人比较近的 设计就是human centric的这些服务 这些创新这些的朋友其实是很多的 现在问题是说 这些朋友所使用的语言 跟在戒严时代成长 他觉得就是很匮乏 要非常有自我纪律 这个非常这个接近军队式的管理者 这种老一辈的创业家 跟新一代的创业家 讲的是生态系永续性 什么什么之类之类 基本上两个的语言是非常难扣上 但是如果没有扣上的话 其实这边的产业就很难转型 而这边也很难取得需要的资源 所以这个才是政府可以做的事情 我觉得政府已经不再是说 我们要指定哪几个产业红 那些就会红 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要做的是红 不要挡路 那我们要挡路是很重要的 因为现在就是说很多事情是说 你觉得好像可以做 那种法令的灰色地带 但是以前的政府啊 我就不特别想买任内阁了 就是常常都是一个就是说 不对喔 你如果写一个信去给你的地方政府 他就会跟你说某某年有一个韩式 有个个案 这个跟你做得很像 而且它是禁止的 所以你也不要做 你又去问律师 律师会跟你说 之前有一个通案 的这个解释 这个解释 这个解释虽然法无明定说不能做 但是呢 就怪怪的 你还是不要做好了 我觉得很多这样子的一种 很奇怪的这种法律见解 好像一定要证明文说 你可以做 才能做 然后不然都不能做 但是事实上 这是很奇怪的法律见解 我举实际的例子 就是说 在那个 有一个叫做 sandbox.org.taiwan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把 你不确定是否合法的东西 提上去 然后就会政府 这个专人帮你解决法规疑律 然后你需要实验场 他会帮你去找市政府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然后等等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那这个服务呢 这个之前就受到各种各样的案子 那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 是我们自己 V台湾这个平台处理过的 它就是我们在心理师法里面 有一句话叫做 心理师必须要在处一个地方 职业就是工作为原则 然后呢 但是报准可以例外等等 然后呢就有人问说 好 那我心理师 在我的心理师的诊疗所 但是我的个案在他自己家里 然后我们是透过视讯 这样子可不可以 法律完全都没有写 而且心理师事实上是在一个地方 他是在一处啊 但现在问题是说 个案跟他不在同一处 好 那这个时候法律没有写 那之前呢 他就说有人去写函 然后呢这个承担人回的时候 就回得很不清不楚 他就说法律没有说你可以 所以你不可以任意为之 他既没有说你可以做 也没有说你不能做 但是你不可以任意做 好 那这个时候 他就有充满的不确定性 然后这样子 新一波的这样子的 有创意的朋友 很可能他就跑去别的 周边的国家创业了 反正网路没有差嘛 网路没有国界 可是这样子 传统的这些的朋友 就很难去进行转型 好 那所以呢 我们新院长 这个蓝院长蓝医师 他上来之后呢 这个在一次院会 就发表了这样子 底下的这样一个法律见解 那就是他跟那个 我们国发会主委陈美林老师 他们两位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现在有一个个案 它是一个函式 说不能做 它不可以推广到通案 通案还是要重新检讨 如果现在有个通案 说不能做的 但是其实他的那个母法 并没有说不能做 这个通案要废除 然后呢 如果你的母法或子法 你的法律定义 不清楚的话呢 就要透过刚刚的那种 法规讨论解消的方式 去把它的这个东西做清楚 也就是说政府应该不要挡路 而且如果路没有划清楚 我们的责任是看着 大家到底怎么走 然后在大家走的过程里面 帮忙划出这条路来 而不是说好像就放一堆路杖这样子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只要一撤走 年轻的这一辈子 一辈子 他们比较有一起做题目 一起合作的空间 我想要举个例子 就是说一个全新的东西 比如说Pokemon GO 刚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常看到就是爷爷奶奶 带着这个孙女生子 一起出去抓Pokemon 那而且呢 你很难说是哪边在待哪一边 因为双方都有这个彼此可以贡献的地方 因为这个东西对双方都是新的 那当然中间这一辈终身带 如果刚好没有在上班的话 也可以贡献 就是像有人就开着车 时速一直保持在29公里 所以就可以一直抓 那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可以贡献的 但因为这个是全新的 就不会有一边觉得说 我最懂啊 我吃过的鱼皮 什么东西都多 所以不会有这种重效应 所以他就可以一起学一些新东西 那不管是AI 不管是这边朋友说的大数据 ER这些东西 他都有这种跨领域 跨学们的这个特性 所以只要 政府不要采取大陆的态度 只要是说这些跨年跨世代的创业家 如果现在做出什么新东西 政府最多就是放在一个实验沙盒里面 即使它违反了这个法规命令 我们也说 你有六个月的时间可以违反法规命令 只要你愿意保持消保自然这些 那接下来可以延长到三年 那在这个中间 你又试出来是一个坏主义 就是帮社会付学费 但是如果采取是一个好主义 那这就可以马上就去帮你修改这个法规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法规系统才可以跟创业家 一起与时俱进 而不是好像就是一直在挡着他的路 那我之前讲这个 我都是用未来式 我们未来怎么怎么样 但是因为那个金融创新实验条例 已经算不通过了 所以这个就不是未来式了 这个是目前实际的这个状况 那我们未来 既然就是未来的 还会有这个无人载居的创新实验条例 一般性的就是中小企业的创新实验条例 所有这些东西都会继续在立法院通过 那朋友说 请问在苹果工作的生活如何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我其实没有去过Bufatino 我没有去过那个就是配空船 那他们新建了一个太空船长campus 他们一直想要我去 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 我在苹果工作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是大概我想一下 有六年的时间嘛 然后从2010年开始 当时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我们在线上工作了非常非常久 在自由蓝体社群 都是写Perl这个语言的 我们可能只见过两次面 但是呢我们在线上呢 当年2011年 一直在写聊天机器 我们就是写了各种各样的聊天机器 当时就是写好玩的 然后呢他的工作呢 后来他就跑去苹果工作了 然后呢苹果当时勾病了一家公司 叫做SRI International 就是做Siri的公司 Siri只会讲英文的当时 然后完全没有办法讲别的语言 例如中文 我这个朋友就是负责 把这个东西整合进苹果的这个地方 但是呢他又很想去那个模式 所以呢这个他说 没有人接他的这个地方 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在那个IRC 在聊天室上面问我说 欸这就没有空啊 他帮我取代我的部门 就这样子 所以我要说的是说 如果你在自由蓝体社群 没有混足够久 是永远不用投履利的 因为你们只要一起做足够多的案子 所有人都知道你会什么 那这样子的话 刚好符合你的兴趣跟能力的 莫名其妙就会找到你 那所以我就说好啊 那你去念博士 我帮你带你的部门 然后后来就这样工作了很久 但是我一直都在台湾 所以我的工作方式 经常就是说我每天可能 半夜大概10点11点吧 有一个stand up meeting 那然后呢是跟那边 戏谷那边去进行视讯 那也不止苹果这样的公司 总是去进行视讯 那视讯到可能快12点 我就说我得睡了 对不起 那这个你就下去做吧 那所以呢大家都非常有效率 讲话都非常有重点 因为他知道说再讲一讲 我就不就晕倒了吗 对不对 都这么晚了 好那但是呢 反过来他也不能够再给 佔用我更多开会时间 因为我醒来可能9点10点 那边就已经晚了 除非他没有加班 不然也应该用到我的时间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每天每天 用这种我做出一个规划 他们下去做 做了之后他们就下班了 我醒来进行一些检查 进行refinance 再给一些想法 然后我就去玩了 我就这天就没有别的事情了 然后接下来又到晚上stand up 这样子的一个彼此都不要互相牵制的 这样子的方法 那我在信古别的公司 好像social tax 我们QA可能在印度 然后就是刚好8小时8小时8小时 接近啦 这样子的时差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说 每一步的每一个人的做法 都必须要是自我说明的 就是说我就好像贴便利贴便条纸一样 必须要是我已经在喧嚣的情况下 下一个人还可以看得懂 那所以我们都花了非常多时间去做 就是软体工程的一些改善 看办法啊这些东西 去让大家都能够 在彼此见不到面的情况下 也可以坐远去工作 所以整个生活 基本上就是非常的惬意 因为完全不需要上班 然后可以在任何地方上班 那只要每天有到stand up meeting就好 那所以可能每周有个周会等等 那所以我入阁之后 我就把这一整块工作方式搬到行政员 然后我们想办法找到了 这个人事行政总处的一个海 说如果你是公务员 而且你的工作 跟回应网路上面的讯息有关系 那你就不受工作时间的限制 而且呢 如果这个你的老板同意的话 你可以在适合的地方工作 那所以因为有这个海 所以我一开始入阁的时候 我就跟当时林学院讲劳固协商 就是说你一个礼拜一定要给我 两天以上的时间 我可以不用进行政员 然后呢 这个而且呢 这个适用于我的 也适用于我的团队 所以我们现在二十几个人 那每一个都是 他们什么时候就是爱来就来 然后stand up也来就可以 然后之后就做鸟兽散 然后就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专案 那一切都是用线上的一个 叫做看板的系统去管理 然后我们甚至 就自己中文化这个看板的系统 然后我们用的那个 叫Rocket Chat的这个聊天室 今天才把那个 手机通知的这个讯息 把它 有一个朋友把它做好了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实际的状况 我们 因为我都不会接触任何机密 所以我随时开出我们工作的看板 上面就会说是不会有机密的 所以我整天就是醒来之后 就是我之前在习武工作一个习惯 醒来就看看 然后看看我就马上知道 我们每一位朋友 每一个组员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如果我想要知道他们工作进度的话 我就这样按一下 那就可以知道说他们现在 机器都还没有买好 好 对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在苹果工作这套模式 我是整个平行移植到行政院里来 然后目前现在工作一年还非常的顺利 因为问我说这个 请问我对南北新创的氛围差异大的看法 其实确实就是说感觉上 这个瑞克上很战南北 但是呢 但是它确实是有某种这个刻板印象 就是说其实就算在某一个地方 它就是有聚落 有創业聚落 可是它在那个全国性的 不管是媒体或行政院的 搬的一些活动或什么的版面 就是不太一样 那这件事情其实在社会创新 社会企业上面特别是这样 我们以前去看社会创新的调查报告 去看这些东西 它很多就是举一些 就是北北计讨的一些案例 可是像蓝远长他在我们公总开幕的时候 就说社会企业不是要解决社会问题吗 那社会问题每个地方都不一样 怎么可能都是在这些呢 就是应该简单讲 就是说六度的社会问题应该比较少 对不对 那理论上越来越多的case 应该是在非都现实去找啊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道理的 但是这个东西跟版面 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而很多人他在找工作或找团队的时候 他是受到这个就是网路上面 或是媒体上面这个气氛的影响 但是就比较难知道他的local 到底有哪些团队在发生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一直在巡违社会的 在行政院各个不同的办公室 就是希望透过这样子 每两个礼拜就是把当地的朋友们组织起来 这样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说 第一个他在做的这个题目 在他附近就有人做 他不用跑到台北 那另外就是说他做的这个题目呢 全台湾都有人在做 那他有一个合作的这个网络 他可以透过网路去联系等等 所以我觉得说这两个就是说 在地的串联跟全台的这个串联 是这个部分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他的创新不是好像每个地方分一些事情去做 而是说你先要有一个创新的想法 那解决在地的社会问题 然后我们用全国的资源去去帮助你 不管在哪一个地方去处理 大家是这样的想法 那不要说感觉团队非常言之有误 请问是怎么自我学习的 对我用的是这个 unsupervised learning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每天其实对我来讲 都是全新的一天 我每天睡前就是把email回到上零峰 然后把那个代办事项处理到零 所以所谓inbox zero 然后才去睡 所以醒来的话就比较不会收 前一天就是还觉得要做什么 要怎么来限制 所以好处就是说我每天也去醒来 就觉得说那我今天就多学一项什么东西 或者去做一项什么东西 那又因为我们处理连署案 所以就会变成说有人连署 关于渔业法国家公园法 我可能那个礼拜都在学渔业跟国家公园 我可能另外一个礼拜在学双舵包台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得到福利补助 然后我又有另外一个礼拜在学报税软体 怎么写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对我来讲 因为我的学习是就是 就是大家现在社会在关注什么 我就学什么 还要学关于编刑跟反对酷刑工约的那种事情 所以就是说每天都有学习 那学习的东西对我来讲是非常有兴趣的 那所以我想一部分是就是说我对学什么都很有热气 并没有什么东西我觉得就是不要学 那反过来讲就是说 我学习这个是为了能够跟社会对话 我要学会了我才能够跟这五千六年属人讲话讲到他们听得懂 他们讲话我才能听得懂 那我觉得这东西也是一个很大的驱动力 原来朋友问说如何解决台湾的低薪问题 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最主要的当然还是政府要带头加薪 但是这个已经做过了嘛 已经加了三发 那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说 大家的这个资讯透明化还蛮重要的 就是说之前有那个所谓什么秋知小方舟 对不对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大家彼此之间都会有一些网络 然后去看说如果你有什么兴趣的话 那怎么样的情况下就是比较不亏在你 劳动表现比较好等等 那事实上劳动部也有做一个就是大专学生 按照自己的兴趣专场 你可以去查附近就是的工作等等的这些网站 那这些网站都蛮新的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这个就是劳动劳工什么履历会发一个什么卡 然后就是去让你的兴趣跟可能的工作去做更好的配对等等 就是说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是在政府没有推出这些措施 而是说这些措施它很多时候没有到Left Smile 就是大家知道的可能不够多 然后可能自己知道的可能也不一定会很容易的分享 然后再简单来讲就是说政府自己说故事的这个能力不够强 那所以我们自己当然花了很多力气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非常擅长拍两分半钟的短片 但是我觉得不能只靠两分半钟的短片 而是说是要靠每一个就是实际在做这些事情的朋友 愿意去分享这些让自己的劳动条件 生活条件或者是工作条件改善的这些状况 然后不满足于就是做就是底薪的事情 那我想这样子才能够反过来去让产业转型的过程里面 大家更愿意开一些更好条件的工作 然后把工作条件比较不好的工作尽可能去自动化 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那其实产业没有什么自动化的动力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要织起来 觉得现在劳资冲突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 有关于这个议题是否支持现在政府的做法 运气非常好的是我们刚好有一个联署暗事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就实际来看一下这个联署暗盘点的结果 我们希望往路足够快 七天假 虽然这个协作会议是处理七天假 但是呢这个我们还是花了蛮多时间去把实际上 就是劳资双方关心的议题去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盘点 然后这应该是少数就是老方资方 劳动部哥哥的朋友都非常和平的 在同一个桌子上面开始贴片里贴 然后试着去找到就是多盈的一些方法 那但是因为我有点满足 我可能点灯我晚再放回来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之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大家对于劳动的权益 到底要怎么样组织 然后怎么样子去找适用的这个方法 劳监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等等这些东西 它在事实上面 事实这个层级不是非常的理解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从资方的角度来看 也不一定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种自我组织的能力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重要 那这一点就是 就是不管是公务会 或者是其他的劳动的组织者 他们非常有贡献的地方 那当然反过来讲就是说 在他们组织的过程里面 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 不完全正确的一些说法 或者是不完全正确的一些数字 或是明明是正确的 但是事实上是讲一半的 举例来讲 台湾的工时是什么 人平均工时是OECD里面 什么第四高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那可是这个就有点隐私一点 因为那个是把部分工时跟 就是部分时间工作跟全时工作 全部加在一起算 那这样子确实台湾很高 可是台湾只有好像不到10%左右 是部分时间工作 其他全部都是全职 而这个跟OECD 其他国家的工作结构都不一样 其他都是可能只有70% 或者是60几%是全职 然后其他是部分时间工作 所以如果你是拿我们的全时 比他们的全时 那其实就是工时没有特别高 但是这里反过来的问题就是 那为什么台湾不喜欢打联工 不喜欢部分时间工作 为什么非典型劳动 是感觉上就是污名化 或者是至少就是不是 这个最大家最喜欢的 这样的一种工作形态 那这些东西才是可以更深地去问下去的 但如果就是一直停在说 就是双方算平均工时的话 那这个东西就很难去讨论下去 所以当然就是说 也需要一些做调查报导的媒体工作者 然后做一些比较公平性的报导 那更重要的是说 就事问世的区域去进行探讨 大概是这样子 有一位派问说 南部薪资远远落后中北部 没有落实了解 房价飞涨 使许多南部人 难以留在家乡打拼 既然这合什么努力方向 这个其实所谓的区域在平衡 这个就是我们觉得之前的那一个特别预算案 实在应该一开始就说 我们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当时没有这样子讲 所以就是稍微有一些沟通上面的困难 但是事实上所谓的前瞻基础建设 就是在这件事情 它就是在做区域在平衡 那区域在平衡 我觉得它不是只是交通的路往 或者是不是只是把每个地方的产业 这些区域如果带起来等等这些而已 这个是最基本的 但是是不够的 那我想更重要的是说 还是所谓的社会创新 就是在地的朋友们 愿意留在自己关心的地方 然后去为自己关心的环境 去做一些解决社会问题的事情 那这个东西 如果它变成是一个一般性的气氛 就是说你不坐车就很奇怪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就比较容易有一个 就是更好的一个状态 那在我小时候这个叫做合作经济 叫做合作社 可是现在讲合作经济合作社 大家可能想到是福利社 所以我们才再发明一个 就是社会企业这个大帽子的名字 那里面就当然包含社会型的企业 包含B型企业 包含合作社运动 包含很多其他的运动 但整个目的就是希望说 每一个地方 它的工作的这件事情 本身是创造价值的 而不是完全是自能主义式的 就是以赚钱为唯一的目的 那我们为了这个还跑去修公司法 因为公司法第一条 显得是说公司以盈利为目的 那我们就看这个不是很顺眼 所以现在就把它修掉了 那所以接下来要听到立法院的版本 就是说公司以盈利为目的 但是公司也可以去说明 它其实是有社会的使命 或者环境的使命 然后它同时在赚钱的同时 也要去满足它的 或者是更重要的是 它的社会使命 或者是环境使命 那我们希望这样子的公司 或者是别的企业组织 它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把法条设计成 就是你在章程里面 如果特别说 那就是要解决什么社会问题的话 那么你在就是吸引人才 在税捐 在这个采购 在各种各样的地方 在取得信保 这些东西 我们去用一些政策工具 去奖励这样子的 有社会使命的公司 那这个就是 我自己目前 比较在关系的努力方向 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努力方向 我们刚刚的 继续让他开一阵子 为何台湾许多大学 资讯工程学系 仍有许多硬体方面课程 列为必修 台湾人体业为何起不来 这有点作病 因为这两个问题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一起回答吧 我自己认识了很多 做软体的朋友 他们是做软体 也是软体业 可是他们是在某一个 硬体大厂的 那个供应链里面 做软体 他不管是做任体 做上面的APP 做相关的这些东西 他还是每天是在做Coding 可是他写的那个东西 是未特定的硬体服务 那这个当然牵涉到 就是台湾在国际 产业分工里面的一个位置 而且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 这是一个相对稳当的 一个就业管道 那你不管是出来做软体的新创 还是说你加入现有的软体公司 它的风险感觉上都是比较高的 那在台湾的角度 就是说 如果你在求学的过程里面 在前十八年的人生里面 不太有这种就是创业跨领域 这样子等等 这样子一种经验的话 那当然这样子比较稳当的工作 是比较稳当的这样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接下来 我不说这一定是一件坏事 台湾的硬体产业也还不错 但是我慢慢看到一些希望 就是说 飘杜易景的AI Learn 它可以跟各种不同的硬体的题目合作 好比像说Google在台湾 其实有一个软体的team 可是他们现在有一个 全世界最大的硬体的team 以前叫HTC 但是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在它的这个工作圈里面去整合 软体的那种 每个人都是将军 每个人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完全平等 然后想到什么就去做 做到了明天改好就好了的这种文化 跟硬体的这种就是非常的 说到要做到使命必达 要有非常严格的这个自我要求几率 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那这两个文化其实各自有各自的长处 那这是以前常常 就像刚刚讲的跨世代的从业家 不容易对话一样 常常不容易对话 那我想台湾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地方 它至少有一个条件去创造出 这些不同的文化它可以慢慢开始整合 然后变成一个更有创造的业欧文化 像我在跟苹果合作 在跟Cupertino的美国合作的时候 他们那边并没有什么硬体听软体的话 软体听硬体的话的这种问题 因为所有人都听设计师的话 设计师最大 那是这个designer说要做的软体硬体 就想办法生出来就好了 好那所以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之下 反而硬体跟软体可以相当好的结合起来 那因为反正目的是要解决那个人的需求嘛 然后就是对就是设计师就是神经 对那当然我也多多熟悉 他把这个文化带到行程院里面 所以我们花了非常多时间去贴便利天 然后做user journey去做mapping 这是刚刚那位朋友们提到的 就是我们当时劳房资方 一起盘点出目前可以 简单讲就是说黄色是问题嘛 然后白色是补充 绿色是建议的解决方法 红色是挑战 这是目前的困难 然后橘色是政府实际上有在做的事情 好那当然因为时间不够 所以不太可能一个一个念 但是我自己觉得很珍惜这个 因为这是公斗的朋友跟商总工程的朋友 跟这个所有这些就是老资各方的朋友 一起等于都同意的这样子一个心智图 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蛮珍惜的 还蛮是这样的 然后Vicky想问说 对行动支付跟物严往发展的看法 新闻不断比较两岸之间指出台湾相对落后 台湾能够朝什么方向突破 所以现在我就不同意这个行动支付上面 台湾相对落后的这样子一个说法 就是说我在院里面也说过这样一个论点 就是说因为这是跳蛙式的成长 就是它没有上一代的技术 例如像说在台湾 随便哪里都有编地相见 编地相见都有提换器 你莫名其妙就可以取得现金 而且没有伪超问题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然行动支付它必须要发展到 真的非常方便 大家才会去用 因为你的次好选择还不错嘛 那所以当然我们如果这个透过政策 这个放纵伪超 裁掉三分之二的ATM 保证台湾行动支付马上就起来了 可是这样有意义吗 这样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重点不是说一个科技出来 好像它要求社会做什么 没有做到就好像跑熟人 而是说这个社会要这个科技做什么 然后这个科技可以解决社会的什么问题 所以我觉得说新闻的这样子的 比较还能够work 就是因为社会上面还有一些人 他记得小时候老师 拿隔壁班的同学的 或者什么同学的成绩去比较的那种 那种话术 那只要这种话术还对人有效 新闻就可以继续这样子的操作 可是如果大家都是有这个新课刚刚的精神 就是每个人是自己的学科 每个人是自己的学门 每个人是自己的跑道 那根本不会被这种话术所影响 不管它是300万话术 还是400万话术 都不会受到影响 那所以我觉得说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比较 本身意义就不是很大吧 这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是物联网 那台湾当然做Sense 做这个物联网相关的技术 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那整个 可以说整个产业链 除了就是AI-based analytics 这个全世界都还在学 那之外 其实底下的这个一条龙 台湾自己就可以是那条龙 就是该有的其实大概都有 那但是我觉得 这里还是特别就是测试场域 因为之前我们常常收到很多物联网的创新团队 他最担心的就是说 他做一做 然后突然之间政府就 就一个函事他就不能做了 或者是说这个市政府 莫名其妙设置场域就不见了 或者怎么样 就是那个法规的稳定性 事实上世界经济论坛曾经做为一个 这个ICT Readiness Report 就是所有的这个 对于自通讯相关的整备的程度 那台湾的状态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只有法规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最基本的 需要让物源王长起来的这些法规 所以我们现在好不容易慢慢都通到立法院了 数位通传法应该 这个礼拜四就要送了 然后还有电信法 然后之前前面的几个法 所以我们这些过了之后 还包含刚刚的创新实验条例 才有可能让这些业者 很放心的在台湾来做创新 然后甚至各位都可以 比较放心的来做创新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因为在台湾有一个特色嘛 就是说你什么都可以讲 想什么都不会被抓 然后这个有人可以提倡别人 有人可以改时区 那这个在全亚洲都很难找到 这样子的地方 所以也就是说那个创新的方向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维度 不同的方向 可以彼此合作 那只是之前好像政府在路上 把大家挡住了 那我们尽量不要挡住大家 有一个朋友说掠夺了台湾 台湾的回忌自传 我要声明一下 回忌是不能写自传 那不是我写的 深感震撼 但请问在成长过程中是 如何不断经历自我学习 如果在社会主流价值与现有教育体制的限制下 有探索与创新 我想是这样的 就是说学习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事情 我其实当时那个林权院长问我说 你愿意加入内阁团队 然后是优于责任吗 还是使命吗 还是理想呢 还是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说我是出于兴趣 就是做好玩的 那所以就是说 但是我觉得这很重要 如果是热情啊 或者是使命感或什么东西 那可能碰到挫折就交习了 或者是就觉得撑不住小呆兔什么东西 对不对 可是因为我的兴趣就是学东西 那我醒来就觉得 今天我可以多学一点我就很高兴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东西它就是 源源不绝的 它不会有热情消耗的这个问题 也不会有这个使命挫折的问题 而是反正就是每天就是上班 就还蛮好玩的 很有兴趣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才是 我觉得作为学习者 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说 不要被教育制度或学校 摧毁掉你对学习的兴趣 因为如果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被拿去给别人比较啊 或者是这个莫名其妙的考试啊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 或者写一些什么 书家作业的兴趣之类的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确实你对那个科目 会产生我们知道 都麻痹经验 就是觉得想到了就不太书 但事实上学习本身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我想就是保持这个学习 很有趣的这个心理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没有什么学能的感觉 我就是你今天需要学这个 就好像天上某个方向的星星 我管它是哪个星座的 这几个加在一起 大概就可以符合我目前的需求 所以大概就是这种 就是疏刀用识随便找 对对对 这样是一种精神吧 就是觉得说 什么东西网络上都有 然后网络上没有的 就找人聊天 然后聊聊就会了 等等这样子 那朋友说 台湾社会企业的最大困境 最大的困境就是认知度跟认同度的脱钩 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好事好棒好棒棒 但是这个对于讲述这个模式 讲不出来 自己要去创业的时候 大概也不一定会用这个模式 那这个脱钩是目前最大的一个困境 所以我们首要之物 就是把这两个数字把它弄成一样 当然不是让这个认同度减低 那个是蛮容易的 那是说要让认知度增加 要让认知度增加到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说不是 而且尽可能用法律去说 这个企业它只要能够很诚实的 讲出它的社会学年是什么 那我们就负责让你的故事 让大家知道 那其实我自己在自游软体赛开会 全会了这么久 对我来讲 本来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 天经第一 本来就应该要是这样 那像我自己常用的一个浏览器 叫做Firefox 就是火狐 一个地球 一个无理 那那个浏览器呢 它其实就是当初一群年轻人 看不顺眼一个很笨重的浏览器 叫Netscape 那Netscape把它自己开放圆满出来之后 这群年轻人自己把它弄成一只火狐 其实本来叫Phoenix 后来叫Firefox 本来叫火狐 那但是因为太成功了 所以后来呢 他们这个Mozziah基金会 就专门卖这个产品就是火狐 那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社会企业 它是所谓的Mozziah Corporation 一年是赚上百亿新台币 它事实上是很大的一家公司 但是呢 它这个就是把百分之百的所得 又捐回这个基金会 然后去做促进网路言论自由 保障网路人权 然后去办教育办活动 赞助其他的开放圆满团体 等等这种生态系构建的这种事情 那可是如果不是我特别讲 其实虽然Mozziah Corporation的首页 其实中文的就写 我们是一家社会企业 但是大家不太会去把这两个去做联想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有非常多这样子的故事 提升大家的认知度 才是我们目前这个突破困境的方法 能否提一提影响你一生的事情跟经历 这个这么大的问题要几秒钟回答完 蛮困难的 我还忘了讲什么呢 这一生还蛮长的 我想是 我想我自己 有一个蛮defining moment 就是当时我14岁 还没有决定要辍学 而且当时才刚拿到保送高中资格 觉得说这个辍学好像很浪费 对 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看了一本书 叫做Girdle Escherbach 就是Girdle Escherbach 是一个叫做Dokash Hofstadter的一个人 他也是做AI的 非常早就做AI的一个人 那当时就是我看什么书 觉得很厉害很强大 所以我就写信 我就直接写给那个作者 因为这个我看了他的另外一本新书 那当时呢 他就直接回我信 而且他不但回我信 而且是用中文回我信 用汉语评语音 我不知道他会中文 这样 那然后我就觉得说 就是说大教授 他事实上就是这个领域的权威 独立自相得主 那但是 然后呢 另外你知道的事情 是因为他不像台湾其他的电商 有加入同业工会 他们用同业工会的方式 就可以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讨论出来的结论就是说 Facebook一定要加入台湾的电商同业工会 然后这个 去跟工会研议如何落实 这部分的机制 那但是我们就像当时 在解决垃圾的问题的时候 也不说所有事情 都是Facebook的问题 其他我们都有做啊 只是说这件事情 只有他可以做 好 那所以我去Facebook的时候 就跟他们副总说 你看 就是不是我们 台湾政府在要求你 是 这件事情就是你该做的 好 那所以他们也非常同意 所以就不到一个月 他们就加入台湾的电商梦会 然后也就是直接按照这个新制度 然后来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里的特点就是说 它不只是公部门内部的观考系统 而是说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就发现说 公民社会有可以做的 各个不同的NGO 社会企业也有可以做的 像Facebook这种 本来只是一家赚钱的公司 但是最近听说要转型 当社会企业了 他说这个 他们很抱歉 他们私立的民主 接下来他们要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使命 就是把这个社群感 什么重新带回世界 什么之类之类之类 好 那希望他们写在公司上成立了 那就真的会变成社会企业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每一个stakeholder 每一个利害关系人 都有事情可以做 那这个时候 他的提案的成效 就不是只是公部门的KPI在管考 而是所有人能够 就回去看说 因为我们是诈点减少 是大家互信增强等等 就是用彼此之间 关系更密切 然后更能够彼此的协作 来去评量这个提案的成效 所以这个提案本身的组织能力 我常常说 它就是刚开始 即使回应之后 也是这些朋友们 接下来就可以再去办网剧 或者是说 再一篇公布没有进一步的对话 来协作大家都换过名片了 等等 好 那有位朋友说 怎么样找到自己的热情 怎么增加自我的能力 其实我是没有什么找到热情的问题 刚刚讲的就是纯兴趣而已 所以就是说 对我来讲 就是这种 passion 就是强烈的感情 因为可能我先天性 这个有心事中的缺拭 所以我到十二岁开刀以前 我都不能够心跳过快 所以我不管太生气 太高兴 太热情 都不行 不会晕倒 好 然后十二岁开完刀之后 就理论上可以 硬提就支持了 可是这个去用程式还没有写 所以 对 别人是说 这个我是后天的去练习说 我可以感觉很快乐 但是可以感觉很愤怒 这个去用程式我就一直没写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体会 很愤怒的 一些什么感觉 所以就是说 这个可能因为 命题之源的关系 所以就是说 我对于这种强烈的热情 我记忆情 其实没有什么第一手的经验 我就是保持着兴趣 这样子 那所以 增加作为努力 大概就是透过这样的兴趣去探索 然后去倾听这样 好 对于Uber在台湾的状况 有什么看法 Uber是一家合法厂商 然后这个 我们好不容易透过这个 刚刚讲的另外一个系统 就是大家都不能够互相回应的一个讨论区 叫做Police 是我们2015年8月的时候 同时把这个网址寄给Uber的司机 寄给UberX的司机 寄给当时的大的计程车车队 然后还有很多商业同业工会 就是这件独立计刊车司机 那这个另外 它设计是这样子 它是非常游戏化的一个界面 有一位朋友 刚好是摩斯伊拉的朋友 他说 我认为政府应该借有面的Uber挑战 同时感谢现在借关平台制度 好 那你可以同意你也可以反对 假设你同意好了 这个会反对的应该蛮少的 假设你同意 那你的这个蓝圈圈 就会开始往右下角一点点 然后Evan说 我觉得既然除了北中高 其他乡镇式的计程车 几乎都是白排车 总是坐地起降 不如纳入UberX吧 好 假设你 你又赞成 我觉得计程车已经补贴油价 工会仍然决定调涨车费 应该开放UberX竞争 让市场决定需求 假设你反对 但是这个是问题的 好 总之就是 当你这样子回答几个之后 也许你就会想要提自己的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有三个好处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 这个不同四方不同的论点 A组觉得他达成有风险 B组完全不这样想 B组觉得他如果不赶时间 路边有很多计程车 他还是会叫Uber A组完全不这样想 C组关心的是纳税 D组关心的是开心就业 好 那虽然有这种不同的四个主题 但是呢 第一个就是说 这些都是你朋友 就是Facebook朋友 或者Twitter朋友 所以不是像网络上吵架的时候 然后对面都是妖魔鬼怪 就是说真的就是你朋友 只是你们吃饭的时候 没有聊五个这件事情 那有不同意见也是很正常的 这是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是说 虽然大家有不同意见 那你可以按共同意见 你按的时候就发现说 虽然大家在百分之二十的事情上面 真的你死我活 可是其实有百分之八十的事情 所有人都同意了 那这个就是在PTT或Facebook上面 非常难看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彼此同意的事情 不会花很多时间在那边写 然后花的时间写的 都是彼此不同意的 十八二十八的事情 那可是这个界面也不能彼此reply 然后他透过机器学习去做 Principal Confident Analysis 就是大家最分歧的是X轴 跟他有所分的的是Y轴 然后做分群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 刚好台湾这个大家都很喜欢考试 所以有人考89分 就会有人想要考91分 所以大家就好像竞争式的一样 去写出越来越让大家 能够同意的这个主意 那所以过了三个礼拜之后 其实这七个根本就是不争执事项 所有人都同意 那我们就拿这七个 然后跑去跟Uber谈判 说这是谈判全面的意志 这个对不对 你要不要来同意地方 各同意拉倒 所以说那也是一个多方利益关系 即时直播 那因为直播 所以没有人敢不出席 不出席的话 就当然就藐视群众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一起去把这七个共识 翻译成法规 那去做原化机车方案 然后这个东西后来就通过了 通过之后呢 Uber就非常守法 当然被拔一些钱了 但是很快就非常守法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目前就是说你每次订Uber 你就是收到 组定车的相关的两封E-mail 然后就是它只拥有 职业驾照的司机等等 反过来讲 它也肯进行车队的合作 你可以叫Uber taxi 反过来讲 进行车队自己也开始进行多元化机车车 所以就是说 是大家在一个平等和竞争的基础上面 政府也做了法规的调试 但调试的方向是透过这种 就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法来做到的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哈老师您好 有鉴于台湾许多中小企业 财务不透明 尤其B锁型公司 常有所谓的内外账的现象 对于企业管银行 劳工都是常常风险或不公平 另外有什么因应的方法 B锁型公司能够设立才两年多三年 所以大概很难常见财务不透明 但是中小企业常见财务不透明 内外账这个确实是存在的 在公司治理上面 就是新版的这个公司法 花了很多时间去做揭露性质的这个东西 包括之前很多学者在讲的医化平台 或者现在在讨论的实质收益人 或者这些东西 都是希望就是让法尊的成本降低的同时 又可以让公司的治理更透明化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只是公司法 就是说大家在run一个公司的时候 政府有没有一个incentive 让大家的财务透明 或者让大家降低整个业界的风险 这个才是制度涉及的重点 那这件事情当然第一个 不是我的分享 现在我有帮忙看一些新创的部分 在公司法 但是第二个是说 这个其实是一个文化上面的一件事情 它不只是我们法规要设计成 就是大家法序变得很容易 创新变得很容易 然后你不用做假上也可以 这个有正当的收入 反过来讲也是说 当员工发现自己的公司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有一个直觉反应是说 不是所有人都在做 所以这是可以的 而是说这件事情是不可以的 而且旁边的人 并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时间的 不是一粗可及 想对于台湾当前文创产业 许多去脉落化移植性 却依然取得成功的案例 例如高X邪教堂或者1X村 有何解读 这个我很诚实的说 我对高X邪教堂跟1X村没有研究 但是就是说 一般来讲去脉落化移植 却依然取得成功表 是它找到的那个 我们创业叫做hacker 就是说一个概念或者一个技术的成熟 它其实是一个这样的线性的过程 可是当它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潮词会变成 大家觉得可以是万名单解决一切的问题 下一个救世主 这个时候会有一个 就是期待的过度膨胀 接下来就会有一个过度失望 但是事实上这个成长是一样的 但是在这个高峰这个低谷 就是有非常多去脉落化的东西 可以操作的时候 因为你就可以操作成 如果不这样子做就落伍了 或者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新的东西 大家都一定要了解 有一整个产业在操作这件事情 但是因为对我来讲 作为不管是政策的工作者 或者是我自己之前在做自由软件 或者这些东西 我在意的是底下这个基本的东西 所以我其实不太看这一类的杂志 所以就很少受这个东西的影响 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实际去计算说 这个政策的调整它会造成什么利益 什么不利益等等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真的对这两个模特儿 不是很清楚 第二个是说 我觉得它如果是 因为一直进来 它这个概念是很popular 所以成功 它也可以survive 这个Hive curve 那它本来就是新创 非常常用的一个操作 去祝福它们 不然我要讲什么 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就是说 这个不是我的专长 也不是我的兴趣 我的兴趣还是把这个政策 它做得比较好 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 请问是否参与其中 因为新南向政策是否推动的障碍 怎么看东南亚国家的发展 台湾还有什么优势 首先我们同意林志诚同学的一个见解 她说我们自己内部中文可以讲新南向政策 可是我们在网站上面 把人家叫做新南向国家 New Southbound Countries 那这些国家的朋友们来台湾都纷纷反应说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要被叫做新南向国家 就是说 因为一般来讲东西都是说 Eat Asia Breaker East Asia APAC 这些都是有定义的名字 但是就是说 就是好像我们北面为王 然后在网站上面叫人家新南向国家 不知道在干嘛这样 那我们自己当然在讨论政策的时候 我们之前说西境南向 这个是make sense的 政策本身是OK 但是我觉得确实就是好像 跟这些东西国家 或者是东南亚国家 或亚洲国家 在打交道的时候 确实好像一直保持着一个 很奇怪的 我们明明不是帝国 但是有帝国主义的幻想 这样子的那种 那种很诡异的心态 所以就是说 就是我们明明不是帝国 然后也完全完全跟帝国 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把自己想成帝国 这个一定是这个 那他就会不要讲太多政治性的东西 所以总之 就是说我觉得西南向政策 其中一个障碍就是说 真正的在台湾的多元的文化 然后真正的就是多元的语言 多元的彼此之间 不是只是彼此尊重 而是觉得彼此好奇 彼此互相学习 这样子的东西 确实比较少 然后我们当然在新课纲里面 也试着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这不是只靠课纲来解决的 这是靠不断的去 让大家看到说 我们不是只是去好像 殖民市的赚钱 这个劳动力分配什么东西 而是在文化上面 有彼此能够解决 共通的社会问题 因为有些甚至是共通的 像是什么台风地震 海啸天灾 这些 这个东西是类似的经验遭遇 而且这个是在欧洲大陆 或美洲大陆 就是根本遭遇不到的东西 那所有这些就是永续发展啊 这些环境啊 人文啊 甚至原住民族啊 中间的这些交流 我觉得才是台湾真正的优势 因为在台湾每一个这些次文化 或者部分文化 都发展得相当的蓬勃 那在很多的 就是东南亚的国家 他们可能地方 或他们的民主进程 只能发展其中一部分 所以台湾每一个部分 都能够跟他们交流的 但是并不是每个部分 都是好像是我们去教导他们 这种很奇怪的思想 我觉得是 就是感受啊 是一个在欧洲上的障碍 比特币或者其他的虚拟货币 未来是不是能够取代现金 很好的问题 首先应该不是比特币 我对比特币没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它是非常好的数学模型 很好的资料库可以解决 Bizontine for tolerance problem 但是我觉得它要用来做清算 或者它要真的用来当作货币使用 它真的非常消耗点 我以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角度 觉得它并不是对地球能源最好的利用 但是像以太坊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慢慢从 所谓Proof of Work 就是证明你浪费了多少地球资源 到Proof of Stake 就是说你对这个生态系 有多少的投入 所以随着技术慢慢的更迭 当它不再那么消耗资源的时候 它确实是有可能取代现金 那这里面当然就有两个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主权国家 可能自己想要发展自己的数位货币 它可以自动收税 自动做什么东西这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些智能合约所做出来的东西 会不会被国家当作这种威胁 然后突然之间莫名其妙 就把它禁掉了 那我们很高兴知道 台湾不是这样子的国家 但是台湾附近有不少这样子的国家 所以就是说你如果要做创新的话 在台湾很不错 但是它要移动到能够取代现金 就是清算素质的问题 消耗能源的问题 这些东西大概多少都是要解决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我最后一个问题 跟蔡总统有什么有趣的互动吗 那个好像还好 我跟他没有非常多的互动 我记得当时就是在那个 这个博士馆 当时我们去参加一个研讨会 然后这个开放资料 这个把过去的历史公布 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就是致辞 然后讲这个开放政府 对于这个历史的 这个档案的保存的重视 等等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可是他一面讲 这个麦克风就一面就是走音 然后又echo 然后又突然没有声音 之类之类之类 但是我觉得他风度非常非常好 他就是在这个麦克风 基本上是关掉的 就是没有声音的情况下说 毕竟是博士馆 东西都是蛮有一些历史的 之类的 好 那讲完之后 就很神奇的那个 你想就好了 这样 这不是什么神机显的地方 可能就是台时之间 电压不稳定 好 这是我记得的 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 其他就没有非常多的记忆 大部分都是在实际的讨论这样子 好 大概就这样我们时间刚好到了 那其他问题 我竟然还有89个 那就很不好意思 那大概就今天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好 来来 这次非常难得 请到了我们桃子行政委员 那 我们就来留个影吧 就是 有请我们的摄影大哥 鄙文 谢谢大家